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 欢迎回到主编点新闻 我是佩玲 我是志峰 那刚刚呢 过渡首相马哈迪呢 就召开了记者会 那严格来说呢 他应该是对全国人民呢 发表这个演讲 他就在演讲中指出说 如果可以的话 他将会组成一个 不倾向于任何政党的政府 他就说不管对错 政治和政党呢 都必须要抛开重建 那如果可以这么做的话 他会成立一个 只有国家利益 受到优先重视 不倾向任何一方的政府 这是他这上个星期五晚上 组织新闻主席理事会会议之后呢 首次公开发表演讲 他在那个主席理事会之后呢 有召开记者会 那么如今 他的这场电视演讲的内容 他的立场跟观点呢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过去五天大中 他都没有公开讲话 今天呢 是首次面对媒体 而且过去几天呢 他的这个脸书啊 或者是他的JT 都没有发表任何关于 后门政府啊 变天之类的这个课题 那么我觉得说 他现在这一番的这个谈话呢 显示出他在议员人数上 似乎已经落后了安华 安华在这个课题上 到目前为止 他应该是占上风 所以顿马通过电视演讲 来传达 他要传达的那个信息 他把他的姿态 放得非常的这个软 那马哈迪呢 是在刚刚下午四点四十五分的时候呢 就发表全国电视直播演讲 他就祈求上仓呢 给予指引 那如果可以的话 他说他会做出尝试 那基本上呢 他这样的一个演说内容 也证实了有关 他准备成立一个呢 团结政府的传言 他就说 国家元首呢 委任他成为过渡首相 那他了解到 他现在所做的 会受到很多人的反对 但是他说 可能也会有很多人支持 他也表示说 他不是要获得大家所喜爱的 但他想要做的 只是对国家有益的事情 他说政治人物和政党呢 都太过于注重政治 直到呢 忘记了国家面对经济问题 还有威胁国家的医疗问题 敦马呢 他对目前的局势 深感道歉跟抱歉 他说 虽然有人指他是权力狂 但他要做的呢 是组织一个 概括所有人的政府 他接着就表示说 因为他在向国家元首辞职之后呢 获得各方面的知识 所以无法决定下一任的 这个人首相人选是谁 那么他在这场全国直播当中呢 摆出的确实是那种 弱势跟软弱的姿态 他尝试组织一个 不以政党为主的这个内阁 如果这个东西成型的话呢 那么敦马再次创造另外一个历史 因为从独立到现在 马来西亚的这个内阁呢 都是以政党为主的 就是你入阁的话 你就是代表你的那个党 那么如今敦马尝试要打破 这一个做法 为什么呢 因为他没有办法获得 巫统跟伊党 这两个党 以NBlock的方式来支持他 所以如果他要 重新执政的话呢 他必须要从这两个党当中呢 挑选一些 他认为是有这个专才 有这个能力的技术官僚 成为他的内阁成员 所以他释放了这个信息 就是我不会以政党为主 嗯没错 那再来呢 马哈迪在演说中说呢 有人指他没有意愿要辞职 而是把权力呢 还有职位当作是一切的一切 但是对他来说呢 他有强调权力呢 跟职位只是为了 要达到一个目的 而他说这个所谓的目的 或者是目标 就是要建立一个更好的国家 他也解释呢 他辞职的原因 他说只有获得国会多数支持的人呢 才可以担任首相 他说随着土团党呢 退出西蒙 那蒙党呢 也有人退党 造成了西蒙政府的垮台 他最后呢 就是辞职 不过他也有表示说 国家元首呢 就是随后委任他 作为过渡首相 他在演说当中呢 就把这几天的一个情况 跟变化 做了一个简短的说明 那么他的这个全国演讲呢 其实有分两个主要的部分 第一部分呢 就解释过去五天 所发生的这个事情 那么另外的下半部呢 则花了一点时间 但是其实不是很多 一点的时间来交代 他接下来 他想要做的东西是什么 而他想要做的呢 就是通过组织 这个不包括政党 或者是不以政党为基础的 这一个内阁 那么由这个内阁来继续领导国家 那么如果敦马 他真的能够获得多数议员 支持重新回来 担任第八任首相 或者是他组织少数政府 而不以政党为主的话呢 那么敦马呢 接下来他要做的东西 就是把所有的这些政党 朝北政党的这些 有能力的领袖 放在台面上 然后由他来选择 委任谁来做 特定的这些部长的这些职位 那么在这个课题当中呢 有一些人就提到了 整个事件当中呢 土团党的这个主席 穆尤丁或者是 他们用总裁 就是穆尤丁在这个关键点上 到底他扮演的是什么角色 那么土团党其实内部 也有一些意见上的这个分歧 就是土团党是由穆尤丁宣布 退出西蒙的 而敦马呢 则宣布因为这一个 土团党退出 退出了这个西蒙之后呢 就宣布说 我辞去这个土团党的主席的这个位置 所以其实两派之间呢 是有暗中的这个矫禁 当然他们的之间的这个对 他们的这个摩擦呢 并没有像公正党这么激烈 但是这一个交进 这一个竞争是存在的 而且呢 还有另外一个重点 就是土团党将会在 事业的时候举行党选 那么目前呢 两大派系都在竞争 而且竞争的非常激烈 尤其是土团党 青年团的团党 就是塞萨地 因为塞萨地 一直都被标签为 他是敦马的这个哀家 所以任何的这个事情 一旦有争议出现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到塞萨地 站出来讲话 而且他的讲话呢 他的言论都可以代表敦马 如今这个局势呢 到目前为止 差不多要六点了 是安华站上风 而且安华也差不多要举行 他的这个记者会 那么他到底会告诉我们 什么东西呢 将会影响 接下来的这个事态的发展 没错 所以呢 更多的一些变化 跟接下来的一些政局上的情况呢 也要请你持续留守 主编点新闻 谢谢志峰 明年同样时间 一起听懂更多 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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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